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你看我今天收拾得這麼好 以為我有什麼大事 其實我就是無意一下 見移民局 見外國領事談移民的裝扮 當然有其他各式各樣的裝扮 這個是我無意出來的裝扮 根據法國廣播電台的報導 香港近年的移民趨勢也開始明顯了 前幾年都有這個報導 現在是由外國媒體綜合報導 就說香港在過去幾年 由於局勢明朗了移民 之前因為九七局勢明朗而移民 現在因為局勢明朗而移民 大家知道局勢明朗是什麼呢 就是共產黨控制香港 香港的前途就不是茫茫 是陷入困局甚至死局 就是對某些人來說 如果你是權貴階級 或者是共產黨派下來香港的精英 當然是這裡如如得水 但如果你是本土人 又不是大財團的後代 那你自己謀生路的時候就會麻煩些 最近有一單新聞 就是麻省理工學院公佈的高中生收生名單 裡面發現是沒有香港人 亦都沒有中國人 歷來是少見的 因為以這個人才分佈來說 沒有理由中國和香港是不入圍的 我們不會說麻省理工學院是什麼名校 或者是著名的科技大學 或者科技學院 只不過由於這麼多人的申請 應該香港和中國大陸是有人會入圍的 但實際上有沒有 這個原因就是大家不猜 都會知道是政治原因 因為近來美國國會和很多研究所都出了很多報告 說中國是派出留學生 或者派出研究員 進入美方的研究機構 或者是技術開發公司 探聽情報 盜取科技資料 帶回大陸訪製 損害美國利益 甚至損害美國國家安全 香港這次居然是和中國 被麻省理工學院一體對待 對於移民來說 這是一個啟發 因為我們移民 很多時候不是為自己 如果大家是中產 或者是開公司 開企業 香港都還可以守得住 生活都過得不錯 儘管環境擠迫 但是也習慣下來 但對於下一代 這個要考慮 因為我們移民是整家人移民 或者自己過去 然後子女過去 或者子女過去 然後自己過去 這是一個家族決定 這是一個很綜合的考慮 除了生計環境之外 還是各式各樣的考慮 其中一樣 就是子女的教育 是否健康 是否可以成財 以及她將來畢業 是否得到公平的對待 以前香港就可以得到 但是九七後 香港越來越不行 特別現在中美衝突之後 美方很多時候 將香港人當作中國人看待 因為很多中國人 在香港移民 或者讀大學 有些在中學時候 來了香港 然後慢慢讀大學 或者高中過去 人家很難分辨到 你是甚麼人 你上一代有BNO 但是下一代 十幾二十歲的 是比較難分辨的 有殺錯 沒有放過 全部當作中國人看待 如果子女 剛好讀科學 法律 或者精密計算 這些範圍 就要考慮 甚至 即使是普通的事情 香港環境 教育那邊是惡劣的 就業環境很多是不公平 而且升遷機會不大 如果計算中美衝突之後 接著五六年 香港經濟是會放緩 或者衰退 如果剛好子女 是正在讀大學 那個時候正正畢業出來 難道是失業幾年 或者是無所事事嗎 如果因為這樣 而繼續讀書 因為沒有法就業 而讀書 不如在外國讀書 和在外國尋找機會 故此在2019年 那個經濟展望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關於移民 因為移民 真是你整副身家 和人才帶走的 對香港影響其實是大的 即是不知不覺的影響 無聲無息的一個打擊 但是共產黨統治 變成這樣 港共政府也不須聞名 做事亂來 唯有自求多福 故此也奉勸大家 如果你考慮移民的時候 千萬不要一時之氣 也不要因為一兩個因素 要綜合地考慮 就像我們做投資一樣 各種風險考慮清楚 前景考慮清楚 移民 比起一般的股市 也去過自己想去的 心儀的僑居地 住一陣子 看看社區生活怎樣 覺得舒服才過去 始終香港的居留權是保障的 你喜歡幾時回來都可以 可進可退 不過如果全家移走 或者一個重大決定 千萬不要因為恐慌 或者是人去我就去 只要自己做一個很綜合 很理性的判斷 這些是老生常談 但是在時局混亂的時候 剛剛我們就需要這些 常規理性和老生常談